如果今天我希望刚刚的东西 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一个是按下它自动完成 一个是清除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应该还有印象 一先把这个 也许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拖拉过来 或者你干脆把它复制好了 复制过来 盖过去 把刚刚的公式 干脆这些 把它直接贴到这边来 为什么要贴过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打勾 录制 我们录制的话还记得 就是先把这些公式 先让它打勾向下填满 然后最后的话会有个清除 所以也许我们就照云端上面 假设我需要做一个光芙之专的聚齐 给你一个清除的聚齐的话 首先第一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 但你要先彩排一下 记得 一有没有放这里 二 再放上面 打个勾 有没有 然后再向下填满 填满我建议是这样 打打两下 OK 然后清除的话一样放外面 放这里 Ctrl-Ship向下 删满就好了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我们试一下 各位看 所以录制聚齐 那这个名称的话 也叫什么 刮胡自串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然后底线聚齐好了 按确定之后就开始了 所以你确定那个动作 一定要是确实的 如果录错了N区又重来 OK 有没有放这里 一 二放里面 三打勾 四向下点两下 OK 完成了 停止录制 记得 一定要停止录制 上礼拜有同学 忘了停止录制 一直录一直录 一直录 结果他一直跑 奇怪 怎么程式还会自己增加 因为他还在录制 所以他会一直在增加东西 所以一定要停掉 好 你聚集里面就会多一个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清除 所以我叫做清除聚集 清除底线 看要不要加点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按确定 一有没有放这里 二 选取我建议 你尽量不要用这样拖拉的 因为你这样拖拉会录下很多的层 而且这样的缺点是将来 如果你有增加列或减少列 他不会向下追踪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再按Delete 好 清除了 结束之后停止录制 好 那你如何证明是对的 聚集里面 按一下执行 没错 聚集里面按一下清除 OK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 再插入那个按钮 这个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做 复制这个名称Ctrl C 直接把名称贴上 然后再把这个按右键 复制一下再贴上 然后把这个位置调一下 放在它下面按右键 重新命名它的 清除聚集 Ctrl C 一下 然后因为我前面做过了 所以我做比较快 贴上 好 完成 OK 这上一半也讲过了 所以这部分等于是复习那个聚集录制 那以后请各位 工作里面只要有重复的动作 不要忘记 多做练习 久了你就会对聚集录制非常熟悉 那很多程式其实是可以录制 但是有些功能不完整怎么办 再套用VBA修改一下 那你就可以改出你要的那个样子的功能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录制聚集 待会的话我们再切到VBA 我们就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要像刚刚 手机那个部分 是自己写的 所以自己写的话 可能就变成说怎么样 我们待会VBA就是 一自己写两个按钮 按钮不是录制的 是自己写的 二的话呢 就是插入函数叫刮胡字的函数 他跟我要一个资料 我返还结果给他 就是我们要那个结果 所以两个一样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聚集录制 所以相对起来 聚集录制 真的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他会自己帮他写程式 只是说聚集录制很多功能 他还是有一些限制存在 所以常常我们会做比较多的应用 大部分都是 也许你不会的部分用录制的 那你会的部分 或者你要重复的部分 或者要做逻辑判断的部分 再把那个聚集用VBA做修改 就比较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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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